400万亿美元资产摇摇欲坠,美国加息或将使经济泡沫无处遁形。 美联储加息陷入两难境地,历史证明美联储几乎每次货币紧缩周期都以经济危机搞中,多次加息恐威胁400万亿美元资产,泡沫无处遁形。 在不引发重大市场事件前提下,美联储还能加息多少次?这是近期一直饱受热意的一个问题。 两周前,Stifel分析师巴黎班尼斯特·Barry Bannister发布了一份美联储在不影响市场前提下的加息次数时间表。 根据他的计算,美联储只要再加息两次其利率,便会高于估算的中性利率2.9%。 中性利率指的是,经济处于稳健状态下既不会提振也,不会妨碍经济的利率水准。 而如下图所示,一旦实际利率高于中性利率,必定会有熊市紧跟其后。 赞助商链接 德意志银行 和美国银行 最近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。 两家投行去年的两项平行分析显示,美联储每一次的紧缩周期都基本以经济危机搞中。 也就是说,这一次美联储加息很大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,如此一来波及股市,400万亿美元资产将遥遥欲坠。 上周五,加拿大投资研究机构BCA研究也在一份报告中提出警告称,风险资产的最终命,运将取决于有美联储加息刺激的通货膨胀,与过去10年QE政策下残余的通货紧缩的相对规模。 赞助商链接。 他们指出,如果美联储更关注通胀,正如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现的那样,那么它将不得不继续推进货币紧缩政策。 这样一来,债券收益率将不断上升。 相反,如果美联储更关注的是通缩,那么它将改变紧缩政策,债券收益率也将随之下降。 因此,风险资产价格降低带来的通货紧缩将产生更大的影响。 BCA还指出,目前风险资产估值远高于实际资产价值的情况并非前所未有,但现在的情况跟过去相比存在重大差异。 之前风险资产高估值情况往往局限于某地域或某行业。 比如,1990年主要集中在日本,2000年集中于网际网络相关行业,2008年出现在美国。 抵押贷款和信贷市场,而后引起新兴市场信贷繁荣。 但由于2008年以来全球量化宽松,零利率和负利率政策的推行,现在的高估值存在于所有地区和所有资产类别的风险资产,包括股票。 信贷和房地产,也因而被称为无处不在的泡沫。 赞助商链接。 据BCA估计,全球风险资产的总价值为400万亿美元,相当于全球经济规模的5倍左右。 这种范围更广的高资产估值令投资者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。 需要注意的是,通过债券收益率的提高,通货膨胀会破坏全球风险资产的估价支持,从而导致进一步通货紧缩。 简单来说就是,债券收益率越高,在下一次通货紧缩期间便跌得越重。 需要您的资产继续动,请建议,请建议,请您吴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您的资产的资产的资产,请建议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您的资产的资产的资产有点 gray 资产的资产,访生而 baked的资产的资产是正在设计。